第29题,29题到31题是题主 实验6-1,元素的性质与分类 目的,了解元素的性质 归纳其通信并加以分类 这里的图示就是我们的实验的步骤 也是我们课本上告诉我们的实验步骤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实验的记录的结果 然后说,根据以上实验请回答29到31题 那第29题是问我们说 金属元素普遍具有光泽导电性加 可达成薄片或拉成细施等性质 由实验记录判断甲乙丙丁物 哪些物质是金属元素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金属有所谓的金属光泽 那么我们这边的丙丁物这里呢 都是有所谓的金属光泽 那么同时呢 它有导电导热性 它们都导热块 然后也是可以导电 那么敲击的时候 因为具有延展性 所以不会被打碎 所以这个敲击的时候不变 表达有延展性 可以打成薄片 或者是拉成细施 所以我们看到丙丁物呢 应该是所谓的金属 所以第29题问我们说 判断甲乙丙丁物 哪些物质是金属元素 我们答案选的是 B丙丁物 质量 工质量 但不得质量